家里有一个显不住的老妈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老妈又在外面带了两包东西 我出去一看这不是猪板油吗 老妈说天凉了是熬猪油的时候了 于是说干就干 看到老妈干得这么费劲 我还是没在煮 看见没这走了还得交代我怎么做 导工这一块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猪板油吗随便切 只要切得不太碎就可以 那没老妈走了也没闲着 看着在那倒腾油烟机 还多少这东西一点都不停滑 下次别卖了 看来高科技产品老年人的同病啊 土草归土草该用还带用 老妈说猪板油直接下锅焯一下水 料酒呢加不加都行 说以前没在玩也照样做 焯水等候老妈还是没闲着 媳妇买了盆绿子 老妈也要和他比一下 我说这塑料的和榛绿子有可比性吗 只能说萝卜青菜该有所爱吧 就这会儿跟我猪油已经焯好水了 老妈说焯过水的猪油特别漂亮 油光层亮 还说以前熬猪油从来不焯水的 因为舍不得 然后锅里加点水放猪油 小火熬 熬猪油在会儿功夫也不能闲着 锅里要先泡点粉丝备用 然后再切点葱花 拍点蒜末 一会儿猪油熬出来的时候 带全部放进去 说这样熬出来的猪油特别香 而且品质特别好 你还别说 确实不错 这猪油熬出来了 油渣撒点盐就能吃了吧 老妈却不让动 说一会儿有用 然后锅里又扎了点葱花 把豆芽放进去炒了两下 看着老妈在烦焯做 我大致是明白了 他又要当成他的面食了 豆芽斩碎 油渣也多碎 接下来肯定是粉丝也多碎 放在一起搅拌一下 撒点食盐和食材香 这两种调味料 老一般人肯定都用过 说着还让我尝一下 味道特别好 这边馅儿调好 那边面也好了 直接砍上 老妈和面 讲究的就是个速度 面团子这么一揉 一拧 一掐 就起活了 你就看这一小会儿功夫 20个面皮子就做好了 包包子速度更是快 一个包子18个枕 必须做到 最让我佩服的还是 到最后总能把面肉汪 馅肉丸 还得做出两个不一样的 让你开开眼 这边包子刚包完 媳妇那边从老家回来了 后人种的花生大放收 哎 又能吃顿好的了 老妈这边包完包子 感觉少了点啥 非要再做个粉鸡汤 那可是这边的特色 必须让老婆赶紧买食材 给安排上 粉鸡汤用到的食材不是很多 老婆加了她最爱的丸子 还有青菜 真正需要的 只有鸡胸肉和红薯粉罢了 鸡胸肉直接切条被用 老婆说 以前做 还是用猪肉比较多 然后再加点食盐和十三香 最后再加个鸡蛋 东西都是比较常用的 最后再加点粉子 抓匀 黏糊就行 起锅热油 下葱姜 加水 烧至沸腾 下粉鸡 再下丸子 加点食盐 最后下青菜 起火 味道好不好 一口就知道 鲜 你就看这内买的鸡肉 红白黄丸子 看着都喜人 最后的像有点睛之笔 就这一菜板 这么一段 这就是滔铁盛宴啊 老妈做的包子 第一口必须让它先尝 你就看这大口的满足感 说着还不忘给咱展示一下 它的薄皮大馅 豆芽粉丝 油渣包 媳妇也是爱吃包子的人 尤其是豆芽粉丝包 看到这掰开之后的拉丝干 那也是忍不住啊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我见过他吃的最奔放的一次 吃完还得夸 先喝汤 味更香 老妈这次竟然没有做到 看来今天的包子 诱惑确实大 不过汤也不错 你看 这会儿又夸张了 你看 一唱一喝 这顿饭 老妈肯定老开心了 你还别说 味确实好 今天虽然是简单的一餐 收获的确实 两个女人 及一家人 脸上洋溢的笑容 往往生活的魅力 就在于此 我看不错的 感谢观看